这两支球队小组节目战都拿到了开门红 今天就要来比一比到底谁更红了 中国女足姑娘们从中圈开出比球 这场令人关注的比赛正式开始 对方臂枪很紧 她将球带出了界外 现场抢断很成功 看看接下来怎么处理 罗嘉慧 这球能进吗 这个渔越铺就太精彩了 没有往禁区中间给而是选择了前点 看得很准及时掐断了对手的进攻 唐嘉丽 双妹子往上拿球 带球摆脱了防守啊 她把危机化解于无形 判断到了对面的意图 抢断了 穿过了对方的防守 这个球应该能找到队友 绝强的机会 非常强有力的一角射门啊 但是这个偏出球门有点远啊 方向都没找准啊 是不会大力出积极点 是啊 进了就领先了 门家扑到球了 但是没有拿到 第一次扑就啊 确实很漂亮 但没能拿住皮球 脱手之后 她很快又上前把球没收了 这种补救脱手球的意识啊 也明显比进攻队员的 补射意识要高了一筹啊 没错啊 这叫什么飞的 这球有了 对方都还没反应过来的时候啊 他们就已经攻破了 对手的球门 领先以后 他们后面的比赛 只会更加的如鱼得水 进球回放来了 被他在这种距离 拿到这个机会 还会有其他结果吗 比方现在变成了1比0 这是一波非常漂亮的连续倒角 三万的哨声响起犯规了 他这次算是躲过一截 才怕没有掏牌 只是警告了他一下 但是接下来的比赛 裁判肯定会格外注意他的举动 肯定 这次选择了传球 这个球没有处理好啊 球回到了他们脚下 能创造出机会吗 感觉有了 这样的扑就呢 足以说明 他是有多么优秀啊 打了个战术脚球 打了个战术脚球 不可能被扑出来的 球打中恒来后又弹了回来 成功化解了这次危机 本来啊这是一个不错的 扑平比分的机会 但最后门框阻止了他改写场上比分 他们今天真的是非常不走运啊 等会儿这球有气 总该进球了吧 漂亮一脚世界波 技术相当了得 一脚惊世骇俗的凌空打门 需要的是精准的判断来球方向和速度 而且还要控制好脚下 对 目前双方是一比打平 唐嘉丽 往双 漂亮的Tiki Taka 观众们看的是目不转睛啊 漂亮 绝佳的机会错过了 对方的球门球 轻易地把球权让给对手了 直接把球朝防线的身后掉啊 幸好这球被封堵了 时机很准啊 抢断对手的传球 漂亮的拦截阻断了对手的进攻 唐嘉丽 往双 双妹子 往双拿球 但没有继续拉边 而是选择带球内切 带球向前 组织进攻 滑斩成功 球被防守断下 现在球权属于对手 双妹子 往双拿球 就又回到了他们脚下 马上组织进攻 某家会 没能及时把球穿给队友 活生生被防守逼出了界外 他们在前场啊非常有耐心 这是一次非常关键的拦截 在对手真正威胁到球门之前 及时地化解了对手的攻势 直接掉向了防线的背后 双妹子 往双拿球 这次拦截非常成功 现在是他们控球 对手已经大局压上 正好打反击啊 这次反击 最终以丢掉球拳而结束 上半场比赛结束 中场休息过后 双方一边在站 这次由87女足来开球 在几方后场滑缠抢断 唐佳丽 漂亮的跳传 这个球很有威胁 这个球没有处理好啊 这脚直接有机会啊 很貌似的一次产球 如果双半果断地吹罚了点球 如果罚进的话 他们就将取得领先了 这是一个很好的机会啊 没错啊 这次办法太关键了 为比赛增添了许多变数啊 嗯 双半很果断地判罚了点球 还直接了一张黄牌 这球进了的话 就能领先对手了 点球被门将扑出 先把球控住啊 皮球远远地偏出了球门 他看着飞出底线的皮球啊 我觉得他自己也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啊 场面的球迷也发出了一阵阵嘘声 看起来这球迷可不高兴了 传中找进去里的队友 传中被处理掉了 这球啊有点争议啊 不过裁判还是给了进攻有力 嗯 边路一片开阔地 传进来了 中路包抄的点不错 在前场抢到球了 看看张瑞的处理 他立攻了 封堵了对方在进去边缘的攻门 双方现在战成平局 这个角球是一个很好的 改写比分的机会 截二连三的防守 绝妙地处理啊 力量十足的一角射门 当然偏的也十足啊 他这个准度还有多加练习啊 比赛的长规时间还剩下三十分钟 好的一次成功的抢断 边路看起来有发挥空间 往双 攻方的有力球 裁判没有明上 他们拿球进入攻击区域了 哎呀 这攻防转换的节奏还是快啊 王双一脚精准的传递 没想到啊 在这个距离也能打偏啊 他们熟练的倒角真是精彩啊 太可惜了就高出衡量那么一点点 做出人员的调整 常规时间只有最后的二十分钟了 这次抢断啊 让警报解除了 刚才如果传过去的话 非常危险啊 控好球 耐心倒角 寻找突破 这会是一次经典的长规直入吗 收尾 这一球咬了 在这个位置的球 几乎都是逼近的 不过他的反应和预判 也都非常出色 就在大家以为要以平局收场的时候 终于有人站出来打破比分了 没错 这就很可能会决定比赛的胜负啊 哦 协助进攻的队友已经到位了 有机会拉回同一起保线 漂亮的扑就 这个球啊 这个球啊是奔着点球点附近去了 门将来了个四两拨千斤 将这次势大力尘的射门 轻轻拖出了横梁 被防守方先抢到点 王珊珊 王霜的机会来了 这脚射门没有打进去 对方的领先优势都还没有误热呀 他们就已经把比分给搬平了 他这次进攻显得非常有信心 防守队员完全防不住他 在防守队员巨大的压力和干扰之下 他还是把球送进了对方的打门 真是好球啊 双方暂时打成2比2拼 中场哨即将吹响 最后的绝杀机会 门将进到了自己的职责 王霜 门将扑了一下 但是球没飞远 队员发挥不错 防住了这次进攻 想断成功 双方交换球权 他还在忍着伤痛比赛啊 该休息下了 看这个直塞没有越位 这个进球来得一点都不晚 他们终于取得了领先 从这段时间两队的状态来看的话 这球很可能是个制胜球 就在大家以为要以平局收场的时候终于有人站出来打破比分了 没错 这就很可能会决定比赛的胜负啊 比赛已经进入尾声了 悬念还在 这次进攻应该是他们扳平比分的最后一次机会了 有机会打反击 慢悠悠的回防可不是防反击该有的态度 还好有这个门将保住了一线希望 这个时候再丢球的话 比赛可真的没有什么悬念了 这个结尾不够远啊 还有危险 他的防守经验还是相当丰富的 咱们示意伤停补时三分钟 射门穿透力不够啊 被拦截了 王双 张瑞 队友应该能拿到这个球 球成功送到了王山山脚下 被门将给挡住了 神场比赛结束